伊甸市獨家報導 臺北市有輛小貨車 入口右轉時 有一名坐著輪椅的女子 以倒推路的方式來過斑馬線 導致貨車反應不及撞上 那麼這位輪椅族撞到右手 還有案發後 他的這個傷勢急轉直下 肺摔三不幸死亡 法官認為教室駕駛有過失 但是考量他曾經帶著紅包去探病 積極關懷 並且賠償保險理賠兩百萬 於是判處緩刑 沙市車正通過十字路口 仔細看有人坐輪椅 倒退行徑抵達路口時 依然背對馬路過斑馬線 突然一輛白色小貨車 右轉過來都不停直接撞 輪椅慘摔在地 肇事駕駛變稱 當當開車右轉這個路口時 只會預期斑馬線有行人通過 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坐輪椅 而且用逗退爐方式突然衝出來 但是法官考量 在事發這個路口 雖然沒有紅綠燈 但是在路面上繪製 停這個字就代表說 車輛經過都必須停車再開 因此認定肇事駕駛有過失責任 這沒有紅綠燈 對不對 沒有紅綠燈車子都不讓嗎 對啊對啊 他們最大啊 所以我們要讓他們 車子會停下來讓你嗎 很難 很少 很少讓是不是 對 這個車輛不太理讓行人的地點 在北投的大同街和光明路口 事發將近兩年 六十二歲 有小兒麻痺症的被害人 右手和肋骨骨折送醫 隔天出院兩天後再度入院急救 肺栓塞死亡 法院認定這是肇事駕駛害的 但既然他犯後態度良好 第一時間帶水果和六千元紅包碳病 並協助被害人家屬 領取兩百萬保險金 只判四個月緩刑兩年 辯護律師提過質疑 本案的死因骨折合併 肺部脂肪栓塞 發生機率只有百分之零點二 車禍撞擊與這麼嚴重的 病發症真的有關嗎 在老年人是比較容易發生的 因為到老年人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骨頭 它裡面的骨髓都已經推化為黃骨髓 它幾乎都是脂肪 而不但是以前的紅骨髓 能夠造血的細胞 脂肪進入我們的血液 隨著我們血液循環的情況之下 進入到心臟 那可能就會接下來塞到 進入肺臟的肺動脈 車禍罩澤 沉送鑑定 只有一個因素 火車右轉 沒注意跟禮讓 至於死者坐輪椅 卻倒車上路沒有趙澤 記者劉松霖 薛學華 台北報導 時間到了 我會深厚的我們 一人的生意 學校二人的世界 從小雪山 學校四人的心圖 馬國際 fair 黑小雪山 學校二人的心的心 學校三人的 下來